到驚險的車禍瞬間 新北市鷹哥有貨車駕駛一次謊塵 事故撞上了分隔島 車輛當場側翻駕駛一度受困 而在高雄的古山則是有鄉行車駕駛 為了要撿打火機導致的車子偏移 衝上了對向車道 另外呢在新北市的爐州 有造車一時攤壞 逆向超車 釀成了三車返環追撞 騎士停在路邊買東西 沒想到下一秒卻突然傳出一聲巨響 只見碰的一聲一輛貨車直直撞上分隔島 當場翻覆倒地 車上物品通通掉了下來 而駕駛更受困車內動彈不得 目擊民眾見狀趕緊上前幫忙 呼叫119到場 事發就在新北市鷹哥中山路一出巷口 13號上5點多 貨車駕駛正準備前往樹林送貨 沒想到途中卻疑似謊神自撞分隔島 導致車輛當場翻覆 好在救護人員及時到場將人救出 送以後沒有大礙 而驚險場面也發生在高雄市古山 燃亮翔行車越開越偏 甚至跨越雙黃線和對向車輛發生碰撞 不只造成黑色轎車玻璃碎裂 零件噴飛 就連後車也慘遭波及 警方互報道場就才發現駕駛床下大禍 竟是為了撿打火機 因撿時打火機 便宜車道而撞上對向兩輛自小客車 現場無人員受傷 索性整起意外沒有人員受傷 不過鏡頭轉到新北市盧州 就有駕駛見前方車輛堵成一團 乾脆逆向超車 但才往前不到幾公尺 悲劇發生 只見他一頭撞上對向兩部車輛 造成車頭毀損一人受傷 這下不只得花上更多時間處理車禍 違規逆向撞回兩車 還得面臨後續賠償 記者綜合報導